台中市中美同济会捐赠花莲市立幼儿园足球社一万元培育金 日前在市幼举办捐赠仪式 市长为家宴也专程出席 感谢同济会的爱心 并代表园方表示 未来将会妥善运用资源 推动足球运动向下扎根 也让孩子在具有更充足的服装设备下 持续在草地上快乐踢球 花莲市立幼儿园足球社成立将近三年 平时以课后才艺般的形式开放小朋友自由报名 目前约有22名学童参加 除了课后练习外 教练林萧成也经常带着孩子 在假日前往各校进行友谊赛交流 而市幼前家长会会长杨耀锐 也身兼花莲县北冰爱踢球协会会长 这次在他的大力牵线之下 台中市中美国际通缉会不远长途来到花莲 附近向市幼捐出一万元培育基金 他也代表羽阳基金会带来了许多零食饼干 要为下个月即将到来的儿童节提前庆祝 这个课外活动小朋友就职求 大家蛮喜欢因为每个学校现在人士都很少 所以当然希望说我们给他赞助一些金会 请一些老师把这个职求这个活动可以来发挥 这次大概我们孟吉拉将近15万 大概有14个学校这样 那我们特别都针对我们偏乡的小学 因为毕竟他们的学校比较小 然后我们用这个经费 让我们的教练在他们每一个学校任职的学校 先在学校做部分的训练 然后利用假日再来参加我们的团队活动 所以我们花莲的联队 现在在整个我们整个台湾地区的比赛 通常都拿到了冠亚军 市长卫家燕也专程出席 感谢同机会的爱心 并代表园方表示 未来将妥善运用资源 推动足球运动向下砸根 不管是在任何的学习的任何的单向 我们都会持续的来让孩子们学习更多的 不管是足球或者是画画 琴棋书画 我们都希望让孩子有实相权能 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基底 让孩子们有一个更丰富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 而市长卫家燕也提醒民众 市立幼儿园新学年的招生已经开跑 报名户籍不限花莲市 大班目前额满后补中 中班剩余个位数名额 小班则还有三个班的名额开放报名 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可以致电预约参观 一同加入市立幼儿园的学习行列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